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那今天的Riderstock要來跟各位來談一談 就是有關於手機上的一些問題 其實在店面有很多的客人都會問我說 那安卓跟iOS他們的最大差異性在哪裡 那其實最大差異性其實有很多地方的差異點 就是說在作業系統上的架構不同 那安卓他是屬於開放式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iOS他是屬於封閉式的作業系統 那早期我們還在講開放式跟封閉式會依這樣來區別 比如說像早期的Nokia手機他是使用這個S60的 那S60在之前大概十年前的時代 S60跟這個微軟的Windows Mobile Windows 5.0 然後是6.0 這兩個是早期的智慧型手機的開放式作業平台之一 那像更早之前像這個S40 或是像以前的Future Phone 就是功能型的手機就只能打電話而已 那個叫Fone B4 那我們以前的定位在於說開放式的 他可以讓你來說做一些第三方軟體的安裝 像之前的PDA手機裡面可以安裝這個Word 以168point 或者是像這個PapaCode的這個導航NT 那像一些的Future Phone就是功能型的手機 他就無法安裝 所以我們以前的定位就是Fone B4跟開放式 就是定位在這邊 簡單一點講就是智慧型手機以前我們會定位在於Linux 還有S60 還有這個Windows Mobile的一個智慧系統 這個叫智慧型 那功能型的 像Nokia的手機 Sony的以前的Workman系列的手機 這個叫做功能型手機 那在安卓出來之後 在安卓出來之後呢 其實在整個的智慧型手機的一個市場裡面呢 會有相當大的一個變化 像Nokia以前的N-Series的N系列手機 像N70、N82、N73、N95 在這個時代的手機 在以前是非常非常的賣得相當好的一個系列 甚至可以說 在那個時代 人家只要講到智慧型手機 就是想到Nokia 因為它以前Synthian這個系統是獨大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 這個 Google Google就有去聯合這個HTC 然後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手機叫Dream Dream 這就叫做G1 那G1出來之後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安卓的手機冒出來 像HTC的HERO MAGIC 這些都是在智慧型手機剛起步的時候 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手機 那 安卓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用 為什麼多那麼廠商喜歡用 其實有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因素 因為安卓它本身也是這個意思 它是一個免費的開放的一個軟體語言 也就是說 不管是Moto HTC Samsung LG 甚至你沒聽過的廠牌 它只要取得這個 這個程式碼以後 安卓這個軟體之後 它就可以進行優化 進行軟體上的開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怎麼會有很多的廠商 一些你沒聽過 像Obi 像Gplus 這些小小的廠商 他們都可以去做所謂的智慧型手機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Android它的智慧型 它是開放的 這是可以免費讓你做使用的 那 在早期的安卓平台裡面 會有跟所謂的 SP1、SP2、SP3 這個有授權的問題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就先不講 那 簡單一點來講 很多朋友會問說 為什麼蘋果 會比安卓 來得不容易當機呢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 封閉式開放式 我們現在講到開放式 在我手上這一台 是華為的GR5 它是華為的 可能在早期大家不會聽過 因為早期是HTC 3C Sony 甚至是LG 這幾個產牌而已 那 華為它也可以做安卓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有講過它是開放式 今天 我 如果是一個 軟體工程師 或是我也是一個 程式開發者 那 假設我今天是拿GR5 我所做的程式開發 都會針對這隻手機的 螢幕解析度 螢幕大小 我的CPU處理器 還有我的RAM大小 我會去開發這個程式 符合它來使用 並且能夠讓這隻手機 跑得很快 可是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了 剛剛有提到說 安卓是一個開放的程式 那如果今天 我開發的這個軟體 它是用於在另外這手機呢 比如說像 OPPO的R9 這個就會有 這個就會有 運行上的差異了 它的CPU跟它的CPU 不會是一樣的 它的RAM跟它的RAM 也不會是一樣的大小 再來 他們的螢幕解析度 也不會是一樣的 所以呢 就會變成說 在這隻手機上開發的程式 在這隻手機上 可能會有一些些問題 包括螢幕解析度上的問題 運行上的問題 處理速度上的問題 還有容易不容易發燙的問題 也就是說 為什麼很多的手機 很多消費者 很多廠牌都會說 我朋友在這隻玩船說 為什麼跑得很順很快 為什麼在這隻 跑得很慢 而且又會發燙 這個就跟手機的處理器 跟RAM有相當大的關係 因為現在的手機呢 其實 有點像電腦了 RAM越來越大 CPU處理器越來越快 甚至 甚至 三星的S8 都已經進化到10奈米製程 包括最近上市的HTCU11 這都是相當進步的一個科技 可是呢 並沒有許多的消費者會去拿 這種10奈米製程的手機啊 他可能拿的是22奈米製程 或是20奈米製程的手機 因為預算上的問題 或者是消費者 對於這種的 知識上的一個問題 他可能 不會去想說 我要挑選 奈米製程比較優異的手機去用 所以呢 會產生說 這隻手機這樣跑得很順 這隻手機這樣就跑得不順 這個原因是這樣子而來的 因為我是一個城市開發展 我不可能每支廠牌的手機都有啊 我只會就我手上這隻手機去做優化 那城市推出來之後 為什麼會更新 就是會針對於消費者的一個回報 我可能我今天是拿R9S喔 那我在運行這個城市 會用卡卡頓頓的 那我是一個城市開發者 那我收到你的回報之後 那我就會說啊 好 那我就去針對於這個R9S的一個機型 包含一下螢幕大小的處理器 去做城市上的優化 所以呢 安卓為什麼大家會說 用起來頓頓的會容易當機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 因為它開開放了 所以每個廠牌都可以做 所以呢 在全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手機 都是使用安卓的 而城市開發者 它不可能一個廠牌都會用 所以就會造成了 在A手機上用的很不錯 在B手機上用的就非常不錯 會當機就是這樣 再來iOS 那iOS為什麼不容易當機 我剛剛講到 iOS它是屬於封閉式系統 所謂的封閉式系統 不代表它不是智慧器 不代表它不能安裝第三方軟體 所謂的封閉式系統 就是說這個系統 只有在蘋果的機器上才會出現 像iPhone 像iPad Touch 像iPad 這個都是屬於 這個iOS的一個機型在使用 所以呢 我今天是一個城市開發者 不管我拿iPhone 不管我拿iPad iPad Touch 我都可以去針對iOS 來做一個城市的開發 因為iOS它是封閉式系統 所以我在這裡跑得快 我在這支iPhone上跑得快 在別支iPhone上 它就一定跑得快 因為我用的東西不是一樣的 我就是針對iPhone來做開發而已 不會針對於R9S 或是針對於華為的GR 我再去做另外一個開發 不用iOS 因為它是封閉式 所以你不管怎麼開發 它就是針對這支手機去做 進行開發 以及優化的系統 所以它 才比較不會有這個 程式上運行錯誤的問題 再來 在iOS上面呢 它可以開啟這個多工 那iOS它的多工呢 它是在後台裡面去 在進行一個處理運算 所以它的RAM呢 會被刺掉很多 所以它容易當機 但是iOS呢 它也可以多工 可以 但是它多工 在後面這邊 它是進行一個休眠狀態 它並不會去 吃掉你的手機的態度 所以就是為什麼 很多安卓的手機 它明明的規格開出來 就非常漂亮啊 甚至把iPhone打發 可是到後來為什麼 安卓還是比iPhone慢 就是因為 記憶體管理問題 還有它是開放式的一個 作業系統 它是封閉式的作業系統 所以呢 就會造成為什麼 這個iOS 比安卓還要來穩定 而安卓會比iOS 來得容易當機的一個 最主要的原因 那今天這個日子 大概 跟大家來聊一聊 關於iOS跟安卓 查案性在哪裡 還有它為什麼容易當機 以及這個 城市相容性的問題 好啦 那這一集的 Rogers Talk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的欣賞 有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 掰掰